当地时间8月5日 由导弹驱逐舰、合肥舰、导弹护卫舰、运程舰和综合补给舰、洛马湖舰 组成的中国海军174舰艇编队顺利抵达李嘉 开始对拉脱维亚进行为期三天的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问拉脱维亚 上午10时 悬挂中拉两国国旗的中国海军174编队舰艇 依次靠拨码头 官兵们着装整齐分区列队 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拉脱维亚军方代表 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黄勇等使馆工作人员 及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到码头迎接 编队指挥员于满江、政委傅晓东走下咸踢 与欢迎人员握手 随后 码头迎接人员参观了运程舰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拉脱维亚访问期间 将举行舰艇开放甲板招待会 中拉双方海军官兵将开展足球友谊赛 相互参观军舰等活动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指挥员 将会见拉脱维亚军政要员 拉脱维亚位于欧洲东北部 西林波罗的海 1991年与中国建交 李家是拉脱维亚首都 被称为波罗的海跳动的心脏和北方巴黎 权属为较产 阅满败